嗨,你好,我是草币大师,今天分享给大家一个在交易所里面买卖虚拟货币的一个视频 今天的视频分为是四个步骤 包括在最后呢,我会给大家实战演示一下如何购买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这些虚拟货币 今天的视频属于新手视频,所以说的可能比较啰嗦一点,请大家不要介意 今天的视频呢,我会教给大家上述的那些内容之外 我还会教给大家,如何识别交易所的骗子,如何防止冻结银行卡 如何安全买币卖币出金,包括提现了一个全过程 别的视频博主这些东西都不会讲,都不会告诉您的 但是在今天,我直接通通去来告诉您 所以今天的视频,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哟 开始今天第一个视频,第一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去注册一个交易所的账号 这个交易所的账号呢,我现在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我们现在国内的三大交易所,分别是OKEX,火币还有币安 强烈,强烈推荐大家去OKEX,原因有下面两点,第一个,这一个OKEX,我们大陆的用户可以注册 现在币安火币不接受我们大陆用户了,而且他会在12月31号清退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OKEX的手续费比较低一点,像火币还有币安,他们的手续费比较高 OKEX的注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大家有需要的话,在下面直接去访问注册一个就可以了 如果您是通过我上面的链接去注册,有一个价值20元的比特币,还有一个10美金的返用卡会给您的 前提是您必须通过我的视频链接去注册,是长什么样子呢,在这边是这个样子的,20元的比特币,10美金的返用卡都会给您的 我们把这一个邀请链接,复制到浏览器里面打开,打开之后让我们去别的网站,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我们一定不要点,也不要去直接点击关闭 因为这一个网站手续费太高了,我们点关闭 然后进来它的这个页面,注册一个账号,可以用手机,可以用邮箱,哪一个都可以 然后注册成功之后,登录一下我们的账号,看一下有没有注册成功 如果注册成功了之后,我们就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呢,是一个安装交易所的APP 为什么要安装这个交易所的APP 因为在手机端去操作的话是十分的方便 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电脑在网页端去操作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麻烦 所以一定要下载手机端,非常的方便 手机端的话,现在分为是两个阵营 一个是安卓,一个是苹果 我在这边先讲一下安卓手机怎么去下载 打开我的邀请链接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边有一个下载的按钮 在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键头 点击一下之后,这边会出来一个二维码 这一个二维码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QQ 或者是用我们的微信去扫码这一个二维码 然后直接去下载就可以了 手机是不是能科学上网都不重要 都可以去下载这一个二维码 现在就是安卓端给大家说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苹果端 苹果端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现在我们大陆的ID 就是大陆的苹果商店的ID不能下载okex的APP 需要用到一个美区的ID 美区的ID我们可以去神奇的某宝 某多多去里面去购买 然后我在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先去一下某多多吧 然后搜索一下美区ID或者是美区账号 然后我们看一下像这个就是可以的 它的ID这边写着呢美服日服韩服 然后苹果软件下载 像这样的就可以了 在下载之前呢 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一个卖家 这边是不是美区的ID 或者是美国苹果ID 然后我这边随便找一个吧 然后一次性的包更新的都可以选择美服很便宜 1块9毛8对不对 然后在如果在拼多在某多多的网站 您找不到也可以去一下某宝里面 在某宝里面输入美区ID 或者然后 然后这边就会有这边写着呢美国写的是M 然后这边写的是苹果ID 像这一个 还有这两个应该都是可以的 像这种都是可以的 这种都是可以的 大家如果不确定的话 可以先问一下卖家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不是吧 这个应该不是 我们可以先问一下这个卖家 像这一个肯定就是了 我点击进去 然后美国版本选M4块8毛7 不确定是不是 问一下卖家 然后我们在这边购买了完成之后 他会给我们一个邮箱的账号 还有密码 会给我们一个邮箱 还有密码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苹果手机上面登录一下 在哪里登录呢 在我们苹果手机 这边会有一个应用商店 就是APP的时道 这个叫中文 叫做苹果商店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完成之后 在这边会有一个头像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头像 然后拉到最下面 退出一下我们当前的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在这边登录一下我们刚才买的 我这边已经登录过了 我这个是一个美区的账号 已经登录过了 然后在这边搜索一下OKEX 第一个广告不要去 第二个才是呢 这边写的很明显 OKEX 图标是四个蓝色的圆圈 然后这边有一个下载 直接去下载就可以了 然后我在我的苹果端 还有安卓端 我这边全部都下载了 OKEX的APP 这一个APP不用科学上网 也能打得开 我这边已经下载过了 然后我们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呢 是购买USDT 什么叫USDT呢 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做飞小号 我到时候 会把这个网站放在视频的下方 大家需要直接去拿就可以了 然后为什么要用这个网站呢 我在这边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他这个网站只要是币圈 买币卖币炒币的人 他们都用这个网站 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吧 比如说我们想看一下比特币 他的中文叫比特币 他的英文叫BTC 他的现在价格是36万 然后24小时是110多个亿 然后24小时的涨幅 7天涨幅 然后点击进去之后 他这边会出来比特币历史的一些价格 包括波动了 换手率了之类的 然后这些历史走向 然后近三个月 近六个月的涨幅 这边都会有的 然后这边有他自己的APP 需要的朋友直接去下载就可以了 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USDT 在飞小号这边也会写的呢 USDT也叫做泰达币 它的价格是6块3保8左右 它是一个稳定币 什么叫稳定币呢 就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这一个泰达币的价格 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 最多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 上涨或者是下跌一两分钱 它的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币 不会像别的币一样 今天暴涨明天暴跌 从来不会 它就是一直是6块3保8的价格 就是一个泰达币是6块3保8人民币 现在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购买USDT呢 USDT也叫做泰达币 不论我们购买任何的虚拟货币 像狗狗币 以太坊 使币 什么乱七八糟的别的币 只能用USDT去购买 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手里面是英镑美元人民币 都不能直接买虚拟货币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中转的货币 这个货币呢就叫做USDT 我们一般简称都是叫U 只要是你想买虚拟货币 你必须先去购买USDT 然后再去购买虚拟货币 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有人民币 我能不能拿人民币直接买比特币 不可以必须拿着人民币买了USDT之后 再去买比特币 这是一个流程 人民币USDT比特币是这样的 然后我有美元 我有欧元 我有英镑 也不能直接买这些币 必须拿着本国的货币买这个USDT 然后再去买这些东西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不论你是在哪一个国家 你不能用你们本国的货币买这些虚拟货币 必须买USDT USDT支持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然后把你们的本国的货币换成USDT之后 再去买这些货币就可以了 这样说的话 大家有可能就会明白一点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USDT怎么去购买 怎么去充值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APP怎么使用的 我这边已经安装过了一个OKEX的APP 然后下载之后叫做OE OE 我们点击进来 点击进来之后 它会让我们登录一个账号 还有密码 我们登录一下我们刚才在交易所里面 注册的账号还有密码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小人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之后 我们设置一下基本的操作 偏好设置 我们选择本地货币 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下 我这边选择人民币 然后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的话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 这个指纹还有手势 无所谓 这两种东西 因为手机在我们CM码都无所谓 登录密码设置上 手机验证设置上 然后谷歌验证码不用 邮箱绑定上 防钓鱼码用不到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资金密码 为什么说这个资金密码重要呢 当我们买币卖币的时候 我们都要用到这一个资金密码 包括我们提币提现转账 都用到这个资金密码 所以设置完资金密码之后 一定一定要记得 好了 这些就是安全设置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就简单了 一二三三个等级 建议大家认证到 二或者是三就行 因为二和三就足够我们用了 一的话两千人民币 根本就不够用 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的设置就搞定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支付信息 在哪里绑定 比如说我们想买币 我们怎么绑定 我们的微信银 银行卡支付宝 我们赚钱了 怎么把我们币给卖出去 怎么收钱 然后我们来绑定一下 在哪里绑定呢 在这边有一个购买数字货币 点击一下 有一个自选交易 一定要选择自选交易 不要选择快捷 因为快捷的话 骗子多 一定要选择自选交易 我一会儿教给大家 怎么筛选片子 点击这个自选交易 点击完成之后 这些选项先不要管 然后选择一下我们习惯的币种 我习惯CNY人民币 这边有一个小点点 我们点击一下 会出来一个收付款设置 点击收付款设置 然后点击付款方式 第一次来 微信支付宝 银行卡是默认全打开的 但是我们不需要呀 我们只需要银行卡 把微信支付宝全部关闭 为什么关闭呢 因为容易被封控 但是银行卡不会被封控 然后收款号 我们添加上我们的银行卡号 还有我们的姓名就可以了 这个银行卡呢 我这边重点给大家说一下 为了防止收到黑钱 我们在交易所绑定的银行卡 选择一张不经常用的卡 就是不要选择 我们的每个月的工资卡 也不要选择里面有几十万几百万 就那种卡 选择一张里面没有钱的卡 比如说我们想买币了 我们可以从别的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我在交易所绑定了 这个银行卡叫A卡 然后我A卡里面只有 一万块钱 然后我想买五万块钱的比特币 我怎么买呢 我可以从 B卡给它转到四万 让它变成五万 然后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再拿这个A卡去购买 这些货币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样操作呢 懂的人都懂 我这边也不再说了 所以不要选择 里面有太多金额的卡 当我们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买USDT了 我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去购买 我的这个账号呢 没有钱 所以我用我另外一个账号 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点击和刚才一样 点击购买数字货币就行了 然后我这边演示一下 点击购买数字货币 这边切换一下 点击购买数字货币 选择自选交易 自选交易的话能筛选片子 我们为什么要去购买USDT呢 在这边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我是拿了人民币 买了USDT 然后再去买比特币 我先去买USDT 币种选择USDT 收付款方式 选择银行卡 交易金额 我想买 7000块钱的 输入7000点击完成 更多筛选 隐藏T加1点击完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筛选一下片子呢 比如说第一个彭腾沙帽 第一个我们要看他的认证等级 必须要是V3 第二个注册时间 最少最少要三个月 也就是100天以上 现在是11月底 他的账号才注册了一个月 这种不要 肯定是骗子了 然后这商泡面 看一下他太短了 也不要 东方红二战 像这种人就可以了 像这种人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去找他买 第一 他的这个认证等级 第二注册时间已经是V3了 注册时间比较长 这边已经一年多了 我们就可以找他 这边有一个向他购买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USDT用人民币去购买 点击一下 然后他这边有写的呢 最少要购买人民币5000块钱的 最多可以购买人民币11982块钱的 我去买8000块钱的 然后我去买8000块钱的人民币的话 这边能收到1255个USDT 然后我点击购买USDT 点击完成之后 这边就会跳转到购买的页面 因为涉及到两种情况 所以我这边给大家说一下 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 我们输入金额之后 比如说我这边输入5000 可以买787个 然后点击购买之后 这边会出来订单 点击下一步之后 这边会直接出现卖家的银行卡号 还有他的姓名 我们直接给他转账就可以了 用我们刚才绑定的那张银行卡 给他转账 转完账之后 我们点击我已完成转账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还没有转钱 就点击这一个完成转账 一定要转完账之后 再点击我已完成转账 可能有小伙伴会说 我会不会我们这边给他了钱了 但是他不给我们币呢 这种情况请大家放心放心 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因为这边都是平台在担保在交易的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选择了金额之后 点击下一步之后 他会出现让我们提供一下最近的明细流水 然后呢 我们只需要去我们的银行卡里面 把我们的近期的这些买酒 买烟去水果店买水果去超市买饮料 打车 这些近期的消费记录 这张截图发给他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 把截图再发给他 为什么要这张截图呢 因为他那边也是怕我们这边的钱是不干净的钱 然后转给他 他是怕拿来洗钱的 他也怕这种钱 所以呢 他就需要我们提供一下流水 证明我们这张卡 是我们正常消费的卡 是我们正常买东西的卡 不是那些不干净的钱 只要我们把这些截图发给他了 然后他就会把他的银行卡号 还有他的姓名发给我们 我们再给他转账就可以了 转完账之后 点击我已完成转账 其实他们这样去操作的话 也是挺好的 所以这样的话 对我们双方都是非常的好 建议大家找这种人去操作就行了 他是也是怕收到黑钱 我们也是同样去担心 他只要这样做的话 基本上都是干净的钱了 好了 当我们买完币之后呢 在我们的账号里面点击一下资产 在我们的账号里面呢 就会有钱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资金账户 有了540个USDT 但是交易账户里面怎么没有钱呀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我们想去买比特币 买以太坊 买这些虚拟货币 必须从资金账户 把我们的钱滑转到交易账户 因为我们要去交易 所以要去滑转到交易账户 点击资金账户 有一个资金滑转 我们点击资金滑转 币种选择USDT 从资金到交易 点击全部滑转 点击确定就行了 我到时候呢 也会给大家放出来 如果我们想去买币 去交易 需要从资金转到交易账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吧 然后我的资金账户没有钱了 交易账户有钱了 那我们就可以愉快的去买虚拟货币了 这边有个交易 会进来一个这样的页面 这个页面是干什么的 给大家解释一下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币 比如说以太坊 狗狗币 使币 比特币 这种货币 这边是买币的地方 这边是卖币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我们当前的可用余额 这里是您想买的币的当前的价格 最便宜的价格 好了 我们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想买以太坊 但是呢 不知道以太坊的代码是什么 所以现在非小号的作用出来了 以太坊 ETH 比特币 BTC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别的币 狗狗币是DOGE 比如说我想去买这三种币 那我们怎么去操作呢 然后点击这里 输入 比如说想买比特币 BTC 选择币币交易 一定要选择币币交易 然后下面会出来BTC 然后支付方式是USDT 点击一下 这边就能买了 我像买狗狗币 然后在这边再输入 DOGE 选择币币交易 然后狗狗币对USDT 然后在这边 然后狗狗币现在是0.21USDT 然后我想买以太坊 输入ETH 选择BB 然后选择以太坊 然后这边有一个限价委托 我们不要用 一定要选择市价委托 我想 全部买 然后我现在有500多个 USDT 可以买0.13个以太坊 我想全买点击100% 我想买20% 点击20% 我不想买这么多 我想买18个USDT的以太坊 输入18 想买25 输入25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以太坊的价格是4100 比如说我们4100买了一个以太坊 然后5000 我们想把它卖出 现在以太坊涨了 涨到了5000USDT了 我们点击买出 和刚才一样 选择市价委托 想全卖 点击100% 然后点击卖出ETH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4100 买了USDT 然后5000 我们卖了USDT 5000减掉4100 是不是我们从中间赚了900个USDT呢 然后有小伙伴可能就会说 我这900个USDT 我想换成人民币 那怎么换呢 非常的简单 和刚才一样 选择资产 然后我们来一个反向操作 如果我们想出金换成人民币 需要从交易账户 因为我们的钱是不是现在在交易账户 我们再从交易账户滑转到资金账户 点击交易账户资金滑转 币种选择USDT 从交易账户到资金账户 全部滑转 点击确定 OK成功了 然后我们去一下我们的首页 在这边 然后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 现在我的账户里面 比如说我们赚了540个USDT 我们把它想全卖掉 因为USDT也是虚拟货币 点击卖出 选择自选交易 币种选择USDT 因为我们要卖USDT 收款方式 银行卡 交易金额是3000吧 直接输入3000 更多筛选我想卖3000块钱的这样 我们筛选一下 老吴必伤 看一下他 他这种人说实话 基本上就是骗子了 连开的店铺 连一个月都没有 营业会 这种也是骗子 元气满满 骗子 临终数 骗子 也不能说是他是骗子吧 反正他们的钱基本上都是不干净的钱 风调与顺 就是这个风调与顺 我们就找他当了 他当肯定不是骗子 因为他的店铺是19年的店铺 然后19年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如果他是骗子 他也卖不了这么长时间了 然后他现在已经成交了9000多笔了 非常的好 点击向他出售USDT 可以换成人民币哦 点击一下 他这边最低可以交易3000块钱 然后最高可以交易18000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的账户里面有540个 我想卖500个 然后这边就会出来 我们卖500个USDT 我的绑定的银行卡可以得到3100块3160人民币 然后点击出售USDT 点击出售之后 我的账户里面就会 他卖家看到订单之后 就会往我的绑定的银行卡里面 打3160块人民币 当我们收到钱之后 我们后台会有一个放币的通知 就是这个放这边给大家写一下 就是放币的通知 然后我们把这个放币的通知给他点击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钱收到了 卖家的币也收到了 就是这么简单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个买币 卖币 还有一个换成人民币的过程 这边还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是540个USDT 价值人民币是多少呢 点击CNY 3459人民币 然后也可以这样 按照我们个人的习惯来点击去操作 这边都是可以的 随便大家怎么去操作都行了 然后USDT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边 有问题下方留言 谢谢